在大熱天停車,最怕車子變得舌騰騰 像是一個大烤箱,坐在車上都快要被烤熟 日產汽車跟中國企業合作 近來研發出一種新型的冷烤漆 實測發現,跟傳統汽車塗料相比 能夠降溫攝氏5度到12度 冷氣不必開太強,也可以很涼爽 為什麼這種冷烤漆能夠讓車子降溫 因為冷烤漆中添加兩種微結構粒子 第一種粒子會反射陽光中的近紅外線 減少熱量吸收 第二種粒子則會將熱量轉化成電磁波 溢散到大氣層外 算是革命性的新技術 不過這種新型的冷烤漆 厚度是傳統汽車塗料的六倍 是商業化的一大挑戰 除了日產汽車之外 日本豐田汽車也在研發能夠降溫的塗料 在全球暖化的趨勢下 提供消費者更涼爽的行車體驗